記者現在位於南投縣國姓鄉里的國姓國中 最近國姓鄉里面很流行一句話 就是12月29號要去做什麼 聽說講了這句話就會發生很神奇的事 現在就讓我們去體練一下這句話的魔力吧 嘿各位同學請問你12月29號要去做什麼呢? 你 大家還是要去喝咖啡啊 嘿各位同學請問你12月29號要去做什麼呢? 大家還是要去看展覽啊 同學請問你12月29號要去做什麼呢? 當然是要去吃柯芽菜啊 同學請問你12月29號要去做什麼呢? 大家還是要去逸檢啊是不是各位? 對啊不完美 哈囉各位同學請問你12月29號要去做什麼呢? 當然是要去烤肉啊 記者現在得知12月29號那一天真的很神奇 又可以喝咖啡又可以剪頭髮 還可以看展覽吃烤肉及客家菜 到底那一天會發生什麼事情呢? 12月29號國姓國中 李宗小姐家電話歡迎您的歷 Graham 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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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